我們北南走也就是普通馬部落 就在以臺東市區差不多六公里的地方 就在我們那個地方有一個綠色隧道 叫往花蓮的那個地方中框路 有一個綠色隧道差不多兩公里的綠色隧道 所以非常非常的美 我們那個地方真的是有交通通流 火車站靠近我們 飛機場也就在我們的附近 史前博物館也在我們的附近 然後北南文化遺址 北南文化公園就在我們的部落 所以南網部落 普雅馬部落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在普雅馬部落呢 產生了 產生了 出現了 我不曉得是產生了還是出現了 很多很多的對歌唱外面有才華的年輕人 最新最新出來的像 王莎蘭 王莎蘭 王莎蘭也是我們被男主的附近 王莎蘭也是我們被男主的附近的人 王莎蘭嫁來胡德夫 胡德夫也是 大家多熟悉這些 然後後來就季曉君 陳建蓮 三姊妹 吳昊恩 還有陳友榮 這些都是普雅馬的孩子 所以現在我就在想 要怎麼樣子把這樣 醞釀得這麼豐厚的那種 音樂的一個地方 怎麼樣子來 讓它更展現 展現給各位 那現在就是我們還在做努力 那現在我想這麼多的年輕人 也正在往這個方向去做努力 希望將來我們普雅馬部落會是一個金曲部落 而且從那裡面會產生很多很多 除了傳統的歌謠之外 我們還會生產很多創作歌曲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請我們的年輕人呢 展現這一方面的一個才華 林元祥老師 他曾經參加過《原舞者》 多年在《原舞者》磨練過 出國過好幾個地方 現在呢 他自己也可以做編曲 編曲 現在讓我們來聽聽 他今天要先給我們什麼掌聲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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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來自臺東 編拉斯基部落的 安向 對 原住名字叫做安向 然後今天 其實壓力很大喔 因為我今天的那個合作的是 摸摸起的 然後等級又那麼高 再來就是我們金曲 金曲春 然後我們春 心裡面會有點緊張這樣 如果有表現不好的話 其實大家都幫我喊這樣 那今天我在上課的時候啊 就是 清美校長就跟我講說 晚上來鐵花唱歌這樣 我以為是說 就是 自己唱自己的 但是我不曉得是這樣的曲樂這樣 然後 當然心裡面很開心 因為我第一次跟 部落的親友們一起做的作家 那 因為剛才提到那個 陸森堡老師 陸森堡老師 那在前幾年我在原舞者 我們有一個製作叫 《芒果書下的回憶》 那這個製作呢 其實整齣劇都在講陸森堡老師的音樂 然後 大部分都是那個 跟部落有關係的 但有一首歌我覺得很特別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是陸森堡老師 發表之後 比較少人 比較少人會去唱的 但是 剛剛有跟那個 《芒果書》《芒果書》《芒果書》 它是我們當時 年輕人去外面表演 一定會唱的歌曲 叫做《勉勵族人勤勞》 那這首歌曲呢 聽那個歌詞 就大概就知道說 其實它就是 有一個在古村莊的 不管男生 女生 甚至老人家 戴起你的那個 扳刀 然後背起你的背包 然後穿起你的圍裙 跟我們整個部落一起去工作 這樣我們部落才會 全體動起來 我們部落才會有錢賺這樣 然後這個歌詞大概的意思這樣 然後 但是因為呢 在那個時代的關係 它有日文 它也有背南語 所以這首歌曲 它是日文跟背南語 結合在一起的 那現在我們年輕人 比較少 會去用傳統名唱的方式 大部分都會結合新的樂器 那今天我 牛刀小試一下我自己 學這幾兩個月的吉他 然後跟大家分享這首歌曲 勉勵族人勤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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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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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